每一天的早晨 都是 我拿着破鞋 往天上扔 红鸟开始 为什么要红鸟呢 我妈的树上结满了柿子 会说 蓝天 寒冬 凛冽的 风 这些火红的柿子多好看 黑鸟一捉呀 它这个柿子的水就满天乱飞 你看我晒在这的鞋 鞋上全都是 更不用说衣服什么了 更不用说衣服 鸟起的比我早 老说 早起来鸟有虫吃 早起来鸟有柿子吃 所以我一早上第一件事 就赶紧跑出来 拿着我的破鞋往天上扔 我老说我喜欢破鞋 是吧 谁穿破鞋谁知道 你看这些柿子 全是鸟来捉 地上你看那些一摊一摊的 我妈还得拿着墩布来院里来擦地 这些鸟 最大的乌鸦 喜鹊 小到麻雀 还有我不知道名的鸟 真他妈讨厌 真他妈讨厌 语众不同不可耻 这他妈尿真讨厌 真讨厌 我每天早上呢 读者都让我说点什么 但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妈没看见 看见又得说我 光着屁股又打鸟去了 我先穿裤子 我特别感动 就是每天有人看我这节目 就充满了对我的爱 就说唐老师 你不要站着穿裤子 你一摔倒了就完了 我特别感谢 我觉得给我这么说话的肯定是女孩 女孩都善良嘛 中国话叫 叫什么 妇人之人 女人就喜欢 所以我今天就吸取经验 从见如流 甭说我了 古代那些皇帝 明君 喜欢听人提意见 闻过则喜 这哥们能挑出我哪不对来 我高兴 为什么 高兴就等于镜子 是吧 你要说我没镜子 我就不知道我什么样 刚才我就一照镜子 一看我这领子 洗脸的时候 我就给窝到脖子里边去了 赶紧把这领子拿出来 拿出来 我这衣服很舒服 是A勾的 也这种新科技 叫什么科技 现在撤走了 撤走了 这是法国 法国牌 法国牌 法国在越南 经营橡胶 所以世界上最早的 喷胶的羽衣 就解放军那种 老式的绿羽衣 是叫卡文迪石 是羽衣吧 卡文迪石 卡文迪石 或者叫麦琴塔 我记不清 我给弄混了 就是 就是法国人 在越南 种橡胶的时候 发现 就像我那鸟似的 鸟一桌柿子 柿子那汤留在衣服上了 干了 凝固了 结果成羽衣了 所以任何坏事啊 你只要有一颗 善意学习的心 你都能学习到新东西 都能学习到新东西 但学习新东西 必须有一种开放的心 闻过则喜 别人跟你说什么事 说你哪不对 说你脸上有块屎 严屎 就是痴漠糊 你赶紧给抠下来 没人告诉你 你满处现眼去吧 满处现眼去吧 我现在已经穿上我的衬裤了 这是我阿帕奇的那裤子 昨天一姐姐也特逗 也特逗 她看我穿这裤子 你看我这裤子 我这么一穿 这么一穿 就很自然的就这么穿 就穿进去了 但是这裤子袋呢 就被我给装在裤裆 装在裤裆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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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把这裤袋给解开了 你平常我都特懒呢 我这么一钻 穿这衬衣都是一钻 然后那姐姐就特喜心 就说 嘿老唐真聪明 我以为你这裤子没穿上 要脱了从穿呢 他真懂 看的是真认真 那个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伟大领袖就特认真 就特别认真 所以伟大领袖 无往而不胜 所以我们老都说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胜利万岁 就是这个万岁不是一般的万岁 他发现世界上怕就怕 认真二字 共产党就最最讲认真 有的人是怀着不健康的心态 那就是挑事 比如昨天我这会讲了一个 叫摄影的妙处 一个人肯定一直关注我的 没准就是我同行 他来我这底下说话 说唐老师 我记得你在中国传媒大学 讲课的时候 说不要去学摄影 你怎么又说摄影有妙处 是吧 放屁还有妙处 摄影算什么呀 现在是吧 我讲的是六十年前 我小时候找工作的时候 要找一个工作 你喜欢 你擅长 你能谋生 我就上了摄影这条道 今天靠摄影能养活自己的 有几个 是吧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十四亿中国人 有几个能养得起自己的 我知道的有赵大都 赵大都主要是靠猫 卖器材 现在赵大都不仅卖器材了 还得卖 卖酒 是吧 大画服摄影家 九 靠这谋生 哪个照相能谋生 照相哪有技术 照相自从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 造了iPhone之后 就完了 比它更低端的 也不是低端的 就放开的 更开放的 那叫什么东西 叫什么系列 安卓系列 安卓系列里边又出了华为 这是华为最好的手机 M50P 最好用的 能照相的手机 就是华为M50P 质量也最好 哪有技术 满街是个人 是个人 拿个手机就能拍照 人人都能干的事 有什么技术含量 我说的有错吗 你把我在 他们叫中国传媒大学 我都看不起 就是小C毕业那学校 没上过哲学 就是一技校 我都管我们隔壁的叫舞蹈口 农机学校 那连舞蹈口 农机学校都比不上 什么配音呢 你也是个嗓子 我是主播 我是主持 你採访过吗 不说了 一说着 现在小C不能说话 我这儿是欺负小C 马克思还是恩格斯 马克思写过一个叫反杜林论 杜林是一瞎子 我这为了让语言生肚 我就用北京话 就是一瞎逼 闭着眼睛 哪儿也不看 不相信普世原则 就信他自己 叫杜林 跟马克思论战 马克思打字 啪啪啪啪啪 马克思打字很快 就跟我敲字 似的 后来马克思说 不跟杜林论战了 为什么 说他是一瞎逼 我跟他每天写文章 我反杜林 马克思有篇文章 叫反杜林论 说我欺负一下子 没劲 就不说那个了 1994年或95年 张月来采访我 我不记得我说什么了 我现在都不好笑的看 我看我年轻时候 长得真难看 真傻逼说那话 然后就有一个人来质疑 说 你突破以色列防线 50公里吹牛吧 以色列分分钟完蛋 对我来说 全世界的部队 全是部队 是吧 以色列 我突破防线的时候 我就不去找了 在我这简报上都有 你可以看 1991年6月22 还是6月23 我不记得了 美联社电讯 路透社电讯 约旦时报 头版 埃及 中东分社的摄影记者 没有自己固定的车 嗯 我去了之后 分配给我一蓝的 一破奔驰 我这人是指 重视实际功能 看不起牌子的 嗯 我一边说我 刚才我 我洗脚 我地上有水 我拿 我拿一块毛巾擦擦地 擦擦地 我这擦地 这也是一高科技 嗯 我妈这么多柿子哈 为什么我都 说你那你不快把它吃了 你让鸟吃 这柿子呀 我妈说 你看我这是香蕉皮 我买了好多香蕉 我们家最近那超市香蕉特便宜 三块多一斤 我这有好多香蕉 嗯 据说吃完柿子 不能吃香蕉 一吃完柿子 就吃香蕉 它就得结石 一结石 我不就嗝屁着凉了吗 嗯 我是相信普世价值的 嗯 全世界都这么说 我妈都知道这么说 所以我就没吃柿子 只吃香蕉 嗯 我到埃及之后 我就买了一辆便宜的车 一万九千美金 啊 我是在埃及 我算外国人 我中国人 埃及叫西法拉西尼 中国大使馆的人 嗯 我可以了 然后 我那车就不用上税 免税的话 在苏伊士买的 什么手续都办完了 一万九千美金 你说那什么车呀 就是三菱帕杰罗 嗯 三菱帕杰罗 我那个 我这有几张照片 就是我刚到埃及的时候 三菱帕杰罗 我找出来啊 看一下 我任何事都是有照片为证 照片太多了 我得翻到一九 不是 哎 刚才就说我在传媒大学讲课 传媒大学的一把 单位书记是我北大的同班同学 刚才我这过的时候 我看见 我看见我那同学了 嗯 我就不在那什么 嗯 这是侯布林 哎 怎么出了这个了 怎么乱跳 这个 我打开这是侯布林的吗 我这电脑慢 为什么慢呢 和我林吧 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阶革命家 啊 我那会儿二十多岁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阶革命家里 他们家 嘿 我得往后 我得找到 我 哦 这就是我那同学 后来是传媒大学的 呃 一把 他在任期间 我没走过后门 就一次 我去找小 小C吃战斗鸡面 这是我 这是我那个同学 嗯 去吃战斗鸡面 学校门位 也没挡我 我就想如果挡我的时候 我就说 我跟你们书记是同学 我来看你们书记 这些都不是不算 嘿 看见不该看的了 嗯 所以那些部队啊 不管是38军呢 还是武警总队啊 跟以色列IDF 在我这都一样 嗯 我去中东之前 我跟38军军长就是哥们 你想想 我还不知道 全世界普世的军队的语言吗 哎 所以我到以色列 过以色列防线 那就不再去吹牛逼 怎么过不过了 你去百度一下 你去查一下 当年的约旦时报 我那书架上就有约旦时报 我懒得再跟这个傻逼 那儿瞎叨逼叨了 嗯 我 我那辆车 对 这就是我买的那辆帕杰罗 帕杰罗呢 2.4或2.5 我中国翻译成山猫 欧洲版叫蒙特尔 是将军 这是我 那时候都胶卷曝光 曝光不足了 就成剪影了 嗯 这是我 这是金字塔 这是我那辆三菱 帕杰罗 后来这辆车呢 被新浪的一个小孩给买了 现在国有资产流失 也不知道怎么 我把这车运回中国 运回中国被新浪的小孩 就是秀妍 秀妍呢 是地震的时候 我发不出稿子来 新浪的总编陈彤 派了一小孩 说你就跟着唐老牙 唐老牙就那儿有的是新闻 这秀妍就跟着我 这是美国七点军校 跟埃及兵在巴里夫防线 这都是我跟乙军呢 乙军 哦 这是中国以色列建交 我 我和钱其琛 我是钱其琛那个 代表团里的摄影师 这是吴学谦 就是吴小庸他爸 这是我点炮 就是这段时间 我在以色列被逮的 被逮的时候是1942年的 不是 1992年的6月22 这是卡扎飞 你想我这儿的人 这就是那辆车 那辆三菱帕杰罗 到了1991年的5月或4月 我那个车呢 运回国 我又买了辆新车 这辆车呢 花了两万四千美元 是辆六缸的 三菱帕杰罗 陆地巡航舰 这颗车呢 是亚历山大港的牌子 所以这儿写着亚历山大 那时候我这么瘦 我就开着这辆车 我去以色列 我那车 说两万四就能买辆LC 能怎么 LC就是Land Cruiser 陆地巡航舰 能买来 为什么呢 这车我是手动挡的 四驱 这车里边什么奢侈都没有 窗户都是手摇的 手摇的窗 手动挡 只有一收音机 我为了听新闻 听美国之音 听BBC 听金子塔报 所以这车呢 就特别便宜 只是发动机打底盘的 哦 这是谢金 谢金 儿子都是残疾人 谢金要让我给他当儿子 我说回家 我问我爸 我爸干不敢 因为我 已经不仅给我爸当儿子了 我还给我爸的二哥啊 就是我偷来到美国继承农场的那个 我的二白当儿子 吕布叫三姓加奴 我不能给我爸当儿子 给我二白当儿子 还给你谢金 还当儿子 是吧 因为我是党的儿子 这是谢金 谢金申请啊 让我给他当儿子的时候 中国驻埃及大使 朱英禄都在边上 为什么 朱英禄是无锡人 我是无锡人 谢金是上海人 哎 说咱们都是吃无锡排骨的人 嘿 啊 谢金都看上我这块大排骨了 嗯 这是人民日报社长 邵华泽去埃及 我带他嘚瑟 嗯 这是邵华泽 邵华泽去的时候 我还没买 我还没买那辆 丰田陆地学洋舰的 那时候我还是这辆三菱啊 邵华泽做过这三菱 嗯 这是人民日报社社长 邵华泽 你看邵华泽 邵华泽说 新华社 要是开除你 你就去人民日报 我让你当人民日报摄影部主任 你看我跟老邵 哎 我那时候就这样 这就是我三菱运回国 我又买的一辆 就是这辆 亚历山大海关的 丰田陆地学洋舰 啊 中国管制叫LC80 哦 这是邓南 邵华泽他们家二公主啊 也是北大毕业的吧 北大毕业的 北大物理系 据说是啊 我不知道啊 这是邓南 93年3月7号 嗯 嘿 这是张百发 凡是去埃及 去中东的人 没有没做过我大吉普的 嗯 就是这辆车 呃 当时是 不叫车 这在中东就多鸡了 嗯 这个就是19 1992年6月20日 我开车 穿过北西脉 嗯 去以色列 去以色列 由于我这车是 丰田陆地铁 像一样LC80 这种车在中东很常见 嗯 因为那些用纳税人买的车 像联合国呀 以色列呀 各国军队呀 都是买最低配的 大马力的越野车 就跟我这车一样 中东买的最多的 基本上两个 一个是尼桑的 Petro 我们翻译叫图勒 应该叫巡逻兵 因为Petro是巡逻兵嘛 啊 尼桑Petro 还有一个就是 丰田陆地巡洋舰 LC 当时是80 最大的是LC80 就是Land Cruiser 80 嗯 然后那个 中国驻 中国驻全世界的使馆 都从埃及的 是叫华润吗 还是叫什么润 订货 嗯 订的东西就什么酱油 或什么的 就平常外国超市里 买不着的那些东西 以色列是小使馆 它没有 嗯 埃及挨着以色列 所以新华社驻 以色列的分社 依赖埃及给它供货 主要是酱油 嗯 我呢 就拉了一车 酱油之类的东西 啊 去以色列 平常如果从开罗 去以色列 所有的记者 都坐飞机去 只有我愿意开车去 嗯 那时候我年轻 二十多岁 开车就不累 嗯 我开车最远的距离 是一天开过 一千多英里 嗯 穿过整个德克萨斯州 啊 一千多英里 就是一千六百多公里 那车停了 我开门 我都下不来 啊 我一天根本不下车 啊 一边拍照 一边开车 我都把那车啊 开到金字塔 来台阶上去 我都不啊 不下车 饿了 就吃就吃就吃香肠 吃面包 吃大饼 渴了就喝可口可乐 边上那种一厅二 一滴落二十四厅了 啊 然后撒尿 就往那个厅里撒 嗯 然后我坐在车上都不懂 都不说那些事了 没劲 嗯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二 嗯 实际上六月二十一 我就出发了 但是到埃及的拉法海关 就是西奈半岛的西奈半岛的东端 叫做拉法啊 到拉法海关的时候发现我丢一少一份文件 气得我大怒 我又回开罗啊 二百多公里 往返五百多公里 我就跟那个新华社管车那大骂 我说你他妈最重要的文件 你怎么没给我呢 新华社车从来不上保险 没有保险的车是不能夸进出国的 嗯 因为以色列要保险 我又回到开罗又上了保险 我在那个时候是为了睡觉就吃安眠药 嗯 那时候是用蓝的 长的 中间一掘 二分之一吃了 如果睡不着再吃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再睡不着 我就是喝两厅啤酒就睡着了 嗯 那些我看在中东讲那些特务 嗯 就是间谍特务将军的爱森豪尔什么 他们一般都是 都得吃毒品 嗯 就是要么睡不着觉的时候 强迫自己睡觉 要么是不让你自己睡觉啊 而吃兴奋剂 嗯 实际就是可控制或不可控制的药物 第二天一早 天还没亮 我就又返回到拉法海关 拉法海关 我为了早 一早就过关呢 我车就停在边界上 我的车跟联合国军车长的一样 嗯 联合国军当时在当地有 还有两支联合国军 一个叫UNTSO 就United Nation 联合国停战监督委员会 嗯 跟我车一模一样啊 UNTSO 还有一支部队叫MFO MFO就是多国部队观察员 Multi forces observer啊 跟我车都一样 早上那些巡逻兵 第一个时间过海关 我也排到他们车后边啊 以色列一看 来了三个车啊 一敬礼就把我放过海关去了 以后我走了五十多公里 穿过了加沙城 还挨了一顿一顿砖头 阿拉伯 我们叫 现在以色列叫恐怖分子 就是巴结 嗯 巴结 法塔赫 打砖头砸我车 我开得快 没咋找我 因为我那车 跟那俩军车在一起的 嗯 他们认为我也是乙军啊 或者是我是美军 到了阿什克隆的时候 一个警察把我拦住了 嗯 说你超速 我就停下来 一超速 一看我各种证件 我就没进以色列 我有以色列签证 但没有进以色列的签证章 啊 然后他 呃 告我 我才知道 天上一架 啊 一架五双直升机 跟了我半天了 以为我是恐怖分子 拉武器的 然后来了 四车一军 就是 叫他们叫 呃 IDF 以色列国防军 Israel Difference Forces 就把我压着 又压回埃及 嗯 让我从走了一遍 我的这个过程 就被美联社 路透社 法新社 约旦时报 金字塔报 同时都发表了 我领导 大喜 为什么 你老开着车 再到处乱走 可 可 被 可被 以色列兵把你给逮着了 差点挑起第六次中东战争了 立刻起草东西就要开除我 啊 但是我到以色列之后 以色列的总参谋长 就当时的IDF的总参谋长 叫巴拉克 这是我闯编辑那天 以色列 以色列有个电台 叫Army Radio 啊 来采访我 199年6月 驾车进入加沙地带 突破乙军防线50公里 路透社 法新社采访我 这是乙军电台的记者来采访 你看这以色列小女兵 哎 说唐老鸭你真牛逼 以色列人管我叫Flying men C人 说你怎么过来的 啊 这就是我 嗯 这是那天我路上 啊 抓着我人家没全打脚踢 说你真是这么一个英雄 能突破乙军防线50公里 这些都是跟我合影的那些人 我那天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辆车 我穿着一裤衩 光着一腿 塌着一破鞋 嗯 北京懒汉鞋 白塑料底了 啊 然后他们让我把车 我就不说了 我有过一本书叫 我钻进了 进入了金字塔里边详细的写 那天的过程 嗯 这就是我那天那辆车 当年我这小蛮腰 跟赵飞燕 跟魏子夫似的 楚王好细腰 国人多饿死 这都是那辆车 这都是那天的事 这是新华社耶路撒冷分社的 社长李鸿奇 啊 来接我来 因为他媳妇听见以色列广播说 以色列准备向我射击 嗯 这是到那之后 我采访沙米尔 这是我钻进了金字塔 第一版那书里边的一张插图 我进了以色列 以色列给我做了个临时的盘 是个木头盘 你看 一个三合板 14614挂在我车上 就靠这么一个临时的三合板了 这女孩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的校长助理 挺漂亮的吧 以色列女孩都很漂亮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就是我第一次去以色列 那个欧瑞特 这回已经结婚了 你看 已经变成大胖娘们了 这是我在库强 嗯 这是我在大马士阁门 嗯 往右120公里 是贝鲁特 往左90公里 往左105公里 是耶路撒冷 这是埃及抓我的那个特务 嗯 哈 后边穆巴拉克 我认为他们是故意把我放过边界的 我那时候在新华社中东分社 这是我们全体 你看我都比他们大一号 是不是 我这么大 他们都这么小 不仅我个儿大 而且我胆儿大 你看我的膝盖 我的小腿都这么高 我的小腿跟他们的大腿一样长 女人的腿都长 可我的小腿都跟女人的大腿一样长 就不去吹牛逼这些东西了 啊 这是中国驻埃及的武官 是个少将 嗯 这是以色列给我的临时记者证 临时记者证 这是我在红海 摩西 过红海那地 我朝红海里撒尿 这是UNTSO 我就说联合国庭战监督委员会 嗯 这是 这几个是中国兵 哈 这是我在六二堂课上 嗯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 你理解不了 你要理解得了就知道 杀龙为什么到中国的时候跟我吃烤鸭了 嗯 过去的事我懒得说 但是有人质疑我的英雄壮举 不叫英雄壮举 实际上是我领导差点把我刷开了 那是1992年6月22的事 那会儿我这样年少轻狂 嗯 我钻进了金字塔那本书到现在 知识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人民大学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已经出了四版了 我估计总印数得有五十万本 那里边有一章 就叫突破乙军防线 里边详细的讲我怎么过的那件事 嗯 如果你要是查路透社电讯 美联社电讯 法新社电讯 你手头没有 或者不好查 你买一本我钻进了金字塔 是第一篇文章还是第二篇文章就是 嗯 讲 1991年6月22 嗯 我突破乙军防线 五十公里 又被乙军抓住 压 压反埃及边境的事 历史上的6月22总出大事 嗯 1941年6月22 德军 进攻苏联 啊 苏德战争爆发 1991年6月22 唐老鸭一个人 一辆丰田陆地巡航舰 突破雨津 架沙防线 五十公里 在阿什克隆 被以色列IDF的武装直升机 蓝亭 嗯 这都是载入历史的真事 我找一下那个谁 巴拉克 好 那巴拉克跟我合影 有一个 哎 这就是这张 巴拉克连说三遍 I like him I like him 他喜欢我 他喜欢我 巴拉克还给我写了一个纸条 说以后你来以色列 你朝以色列的国防军 不是这张纸条 纸条 这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 巴拉克将军 这是我 他说了三遍 我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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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谁说的呢 对着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林真的夫人说的 说了三遍 我太喜欢他了 以色列总参谋长巴拉克 后来这是以色列总统 威斯曼 后来巴拉克当到以色列的总理 还有人说 这是PS的 是吧 这是卡扎斯跟我 在我这 这种人就太多了 这是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司令 这都是你们 那叫什么 彭坚确理解不了的事 这是当时联合国密赏 布图罗斯 布图罗斯加利 就不跟你们吹牛逼了 这就是我说 我为旅职两次找过的 罗豪财 北大副校长罗豪财 他坐着我的这辆 差点被以色列导弹 眼镜说 直升飞机差点朝我发射 逃尸导弹的 就那辆车 这车呢 这地儿是我撞的 也不是撞的老化了 这都掉了 我都拿胶带纸 沾的保险杠 这辆车是1992年 五月我买的 开到十一月的时候 罗校长来的时候 这车已经跟旧车似的了 啊 那个新华车中东分社都不开 不给我报销邮费了 我一个月就开两万公里 你想想 我从买车到六月 开到十一月 开了什么 快把这辆车给开散了 我一米八四高 罗豪费校长 你看跟我一样高 那时候我就老说 北大的人是不是都这么高呢 罗豪费这么高 丁师孙也这么高 那时候新华社的社长叫郭超人 也强我这么高 好 然后中东那些人就问说 唐老亚 你车拉过的北大校长又这么高 拉过的新华社校长也这么高 新华社社长郭超人也这么高 你们是不是超人 都得一米八四以上北大才收 我说是 北大大嘛